在美国买房的朋友应该听说过可以用有限责任公司名义 也就是LLC来买房 近年来这种方式都是备受追捧 那么其中的奥妙是什么 大家好 我是纽约的豪宅经纪Kelvin 今天我来和大家聊一聊用LLC买房那些不可思议的好处 还有那些可能存在的隐患 看完记得点赞收藏和关注 先和大家来说一下使用LLC买房有什么好处 首先是可以保护个人财产不受影响 因为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只负责有限责任 如果一旦被起诉 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是不受影响的 第二是可以更好地保护隐私 在美国房产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 如果以公司购买的话 房屋报告中屋主信息就会是公司的名字 而不是个人的名字 这样就可以起到隐藏身份的作用 更好地保护您的隐私 因为普通公众是无法直接看到 一个公司形式持有的房子的持有人的 第三是产权转让简单又省钱 如果您想转让产权 比如把您的房子转给家人 只需要签公司股权转让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签房子过户手续 避免了因为过户而产生的手续和花费 第四就是与房子有关的花销 都可以进入公司的运营成本 从而可以减少公司的所得税 当您的房子出租后有租金收入 就是按公司税率来报税 在美国公司的税率比个人税率要低很多 与房子相关的花销 比如装修维护的费用都可以走公司的账 可以用来抵税 说完这么多优势 用LLC买房又会有什么缺点呢 首先是使用LLC名义买房 手续一般会复杂一些 需要找律师或会计师进行LLC的注册 和后期报税问题的处理 第二点就是在出售房子的时候 如果房子增值了 它不能享受个人名义持有的25万美金的免税额了 但是您一样可以通过用1031置换的方式来延迟交税 第三就是如果想用公司贷款购买 图景比较少 因为很多银行是不接受新公司贷款买房子的 但你可以先用个人名义贷款买下房子 再转移到公司名下 总的来说 如果您的资金足够或者买了多套房产用来投资的话 那么以LLC名义买房还是有很多益处的 今天关于LLC买房我就讲这么多 我是纽约豪宅地产经纪Kelvin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 ž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